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 一个呀一个种子 是我心里的梦田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它种你 种春风 用它来种什么 种什么 种好 种你 种春风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金钟奖 对不对 对 金钟奖之后你们都在忙什么 一样是演出 然后我一样是开画展 可能就是很多那个观众都不清楚 就是你们两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走到一起成为一个组合 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在大一 那时候应该是1987年的事情 然后1998年我就决定说 我要去民歌餐厅助唱打工 然后因为我的大伙不会弹吉他 我要等到他学会 我已经毕业了 然后我对他有印象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面有一个比赛 然后我对他非常有印象 我就想说好吧 我就去找他 对 然后我找到他的时候 我找了三次 我们这段故事叫三个玩法 在宿舍里面找对不对 对 每次找他呢 他都在洗手间 对 然后最后一次我终于去洗手间读到人 然后就把他 我说我很想到民歌餐厅去打工 那你有没有这个意愿 然后他眼睛瞪得很大 好 我跟你去 他觉得很新鲜 然后我们是从那一刻开始认识的 当时第一张唱片就拿了金曲奖 对不对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第一次发唱片就拿了金曲奖 那时候唱片公司说 你们入围的金曲奖 那公司帮你们去租礼服 那我们两个就说 不行 不要 我们不要穿礼服 我们很害怕 反正不会得奖 不会得奖 没想到我们就穿着打歌服上去 我们得奖 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就很 就是像您刚才所讲的 我完全没有 我们两个完全没有准备 我只说了两个字 谢谢 南翻二转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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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坚守在演唱组合的 这个岗位上 很紧张 因为 没想到会得奖 因为今年的对手这么多 你们也都非常非常优秀 真的很感谢评审的青睐 对对对 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因为我们第一张专辑很辛苦 就是完全没有上电视 只有在各个大学里面 这个宣传唱片 还有每一个电台 每一个电台 几乎上片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很多人把你们称作为 台湾民歌时代的康大奇者 然后你们从第一张专辑到现在的风格 一直都没有变 对不对 还是坚持自己的那种民歌的风格 那你们是本身很喜欢这种风格 还是有别的原因 我们两个声音本来就有这样的特质 然后再加上唱片公司 他们觉得说 我们当时出道的时候 跟校园民歌已经断层了 就是他们那个前辈已经大概有 将近快十年时间 他们很希望把民歌的精神找回来 所以就帮我们两个制作 当时流行音乐跟 早期的校园民歌的味道 加在一起变成是新民歌 变成南方二重唱的专辑的专属名称 那当时我们就是扛一个大吉 叫做民歌的传承者 那么经历了这么多年 然后观众的审美不断在变嘛 又回归到现在 现在又有很多的观众 又喜欢听民歌了 然后你有没有感觉就是 就是来来反反复复的那种心态 你是怎么样的 包括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创作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就觉得民谣的东西就是特别的 会打动人心 你们所谓的走心对不对 对 我很喜欢这两个字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不管什么的风格啦 只要能够感动到你 就是一个好音乐 那我们两个为什么一直走民歌 就是像刚才小南方讲的 就自然而然 就是浑然天成 我们想越来越少 如果初天 来到哪里去唱 接下来达美老师 有没有一些什么计划 就是说在唱片方面的 唱片方面真的是随缘 我们一定要遇到好歌 就是比如说这个歌很适合南方 或者说我们两个觉得好感动 我们才去发片 以前是唱片公司安排 你们就有点像机器一样 就是半年出一张 可是还好当时候的 创作者他们的歌都非常的好听 对 很感谢那些帮我们写歌的 太棒了 都是专门为我们人生定住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听你们每一首歌 都感觉听到一个年代 对对对 好舒服 尤其是听到孟田的时候 我就好想哭 因为有一种就是 回归到那个年代 那种鼎盛时期的 民歌时代那种感觉 对 那么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当中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首作品 这个问题被很多人问过 很难回答 一首啊很残忍 真的 真的 就如果说就是让你们 临场来唱一首歌 你们最想唱出什么 像《不告而别》啊 《戏说往事》啊 我觉得是 相知相识的 我选《戏说往事》好了 因为我永远忘不了 2009年在南京的一个 3月21日 东南大学的 对对对 我们完全是把它当成就是一个表演而已 完全都没有预期 完全都没有想象出去 或有什么样的感觉 可是我永远忘不了 我唱《戏说往事》第一句的时候 我看下面人是在擦眼泪 然后他笑说 是唱得很难听吗 没有 原来他们是觉得说 我万万没想到可以看到我们本尊 唱这首歌给他们听 我突然在那个时候 那个当下 以前没有这种感觉 我想要当歌手了 那种感觉 我们好像对某些人是有影响的 因为在他们的青春岁月 所以你以前都不想当歌手了 以前好像是一种工作 工作 尤其是那个 有一个DJ他在 开场的时候 他说如果不听一场南方二重唱的演唱会 就没有办法向他的青春告别 南方二重唱两位老师呢 他们认识了快三十年了 还一起生活 可见他们的默契度非常高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考一下他们的默契度 到底是有多高 你今天是想要分化我 没有 我问的问题应该会很简单 默契可能跟我们椅子一样高 好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大南方最喜欢吃的食物 那我也要写吗 对你要写 我们要一起对一下答案 你说零食吗 都可以 这太简单了 是吧 我没有看啊 好 三二一 哇 好吧 在一起生活就是不一样 好那 是吧 小南方最爱吃的食物是 最爱吃的食物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目标再缩小一点 再缩小一点 对 比如说 比如说吃火锅里面的配菜 最喜欢吃哪个 火锅里面的配菜 可能两个会不一样 可能两个会不一样 对一定不一样 好了 我写两种 我写一 没关系 好 三二一 一 有点差别哦 不轻菜范围很大 对 没有这一次节目之后就知道了 对 好 我们不合 对本来就不合了 好 大南方最喜欢的颜色 好 好 三二一 你不是最喜欢紫色吗 没有关系 都是深色气 我们两个可以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就好但是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我感心终于分手了 你知道这么多年分不开的 艰难吗 我冒合神 真的 你到底是爱我的吗 没有 好 我们今天就来看 小南方最喜欢的颜色 哦 好 三二一 好吧 可以不用分手了 但这一次来到春阵 是因为还有一个演出 对不对 对 11月19日 在深圳湾的春节体育馆 那能不能给我们预告一下 会演出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当然除了我们自己的作品之外 我们还有这个 芝麻龙眼的有一首歌曲非常经典 叫《动不动就说爱我》 一定会全是这首歌的 还有我们自己的歌 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大家喜欢的歌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我们也和南方二楼上相约在 11月的深圳湾体育馆 那到时我们在现场就可以听到 他们很多的民歌时代的作品 是 近30位的民歌手哦 会聚集在深圳湾春节体育馆 11月19号 民歌四十 再唱一段思想起 好的 那我们到时见 王师从头轻轻细说 滋海桑田 是否能够回到从前再走一遍 爱遍遍遍 爱遍遍 心事一面一幕 飘摸你的窗前 寂寞的窗 心开起我 被岁月紧缩的思念 梁月靖 水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